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 国际间包含了小麦玉米价格全部都上涨了 今年3月份的饲料每公斤11块钱 预计8月份的时候还会达到每公斤13元 到时候包含了鸡肉还有猪肉的价格 势必也会再调涨 对此东卫会副主委陈骏纪他已经说了 现在启动了三个因应的机制 这当中包含协调了饲料业者取得足够量 并且会释出公粮米扩大玉米栽种面积 宣导以稻米取代部分的玉米小麦等等的措施 希望能够借此来抑制农畜产品的通货膨胀 好 只不过现在饲料成本大为涨价 整个洛农营运吃紧 也希望能够调整生乳的收购价格 农务会日前已经召集了乳业协会 和洛农协会等单位来做讨论 对于是否要调涨依旧是瞧不拢的 与会的中华民国乳业协会理事杨玫瑰他说了 虽然调涨生乳价格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协会争取针对了前四个月售出的生乳 每公斤会补助三元 诺文会对此承诺将会把意见带回去讨论 好 只不过现在万物都在涨价 怎么或连熟度都可以成为加价的理由呢 这回是有民众说他到了早餐店 买了一个汉堡加蛋 他希望蛋半熟 好 结账的时候却发现说 汉堡价格比原本还多了五块钱 询问店家 老板告诉他说 这个半熟蛋还要雇 太麻烦了 因此只要你点半熟蛋的话 就会加价五元 这理由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蛋不是放上肩台就不用管 早餐店老板要算好半熟或全熟 时间火候不一样 哪价格呢 客人喜欢的半熟是他的姿意还在留 有网友到早餐店买了一个汉堡蛋 他说蛋要半熟 但结账时却发现 汉堡变贵了 怎么会这样 老板回答说他家的汉堡蛋 蛋半熟要贵五块 因为半熟蛋要雇 太麻烦 如果店家单纯觉得麻烦 所以才加收他钱 他应该在事先做之前就先跟他讲 万无其长现在连熟度都可以加价吗 汉堡因为半熟蛋就贵五块 不只当事人傻眼 多数民众也说不太合理 我们做今天的时间不是比较久 对啊 不合理哦 在瓦斯费上面或成本费上面 说不定还比较少一点 还有部分人认为就成本来看 全熟蛋还比较费瓦斯 是不是才应该多熟费 三四颗蛋才会有一颗半熟蛋出来 也有可能啊 其他早餐店老板说 一般不太会因为半熟全熟 去改变价格 就算要加价也会提前告知 才不会搞得不还而散 在留言站警察台中采访报道 世贸组织WTO统计台湾2021年的贸易总值8279亿美元排名全球第16名进步一名 缔造出16年来的最佳成绩 好但是依旧是落后香港南韩新加坡位居亚洲四小龙之末 好另外呢还要告诉你的是今年很可能会迎来5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粮食危机 农会主委陈吉仲还上节目预告了8月份猪肉鸡肉的价格铁定会上涨 有民众大喊真的是负荷不了痛骂官员拿不出对策 而且还狂酸 陈吉仲你猪肉鸡肉如果要涨价的话 该不会要叫我去吃牛鸭吧 通膨影响全球货运原物料价格跟着飙涨 今年恐怕是5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粮食危机 农会会预告还有东西要涨 玉米价格在3月是每公斤10块多 我们已经确认8月进来的玉米会是13块多 你看又再涨30% 那你玉米一涨食料就涨猪肉鸡肉必须涨 农会会主委预告8月鸡肉猪肉都要涨 民众大喊吃不消 真的是没有办法附和 期望是不要涨 再涨的话你看薪水都没涨 物价都一直涨 叫人民不要吃饭了吗 那么你预告4个月后铁定涨 然后你这个官做了啥 更狂酸没面你叫我吃饭 之后猪鸡要涨 你该会叫我改吃牛鸭吧 给你一个预告 然后就准备叫你等死的意思 你事先预告了 那有些人都刷了鸭蛋 喜欢吃肉的人 我是不是到时候什么我都没办法吃 在一档也大骂 只会预告却没有提出相关配套 之前就是没有蛋 陈其中就是3月蛋会来 那现在又来了吗 现在不然蛋不来 鸡也没有了 那搞什么鬼啊 问题很大啊 就是你整个的调控到底在搞什么吧 到时候绝对不会只有鸡肉跟猪肉涨 你所有的民生物资 通通都要飙涨 告诉你说会没有蛋没有鸡 你有在听他们讲话吗 尤其今年痛苦指数 恐破6% 创下近十年新高 通膨更吃掉薪资涨幅 实质薪资落入负成长 年减0.16% 当物价拼命标 就怕大官拿不出对策 只会讲风凉话 记者牛程 林佩杰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有一名在台南善话上班的网友Po文 他说自己在日本料理店买了一份鸡腿排便当 要250块钱 于是他惊呼这物价也太惊人了吧 当然Po文一出立刻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而且还开酸说是因为有台积电啦 工程吃 吃这个价位应该很一般吧 鸡腿排烤得金黄酥脆一旁配菜 还有生食级干贝点缀鱼籽酱 一尾鲜虾以及玉籽烧 就有民众买了这份便当Po文求问 台南上花物价也太惊人了吧 下巴想说选一间干净的店买晚餐 一间日式便当店菜单好惊人 怕被误认是穷酸宅 只好硬着头皮点最便宜的鸡腿便当 原来这份盐烤鸡腿排便当要价250块钱 基本上菜这都是可以 配这配的蛮漂亮的 有些譬如说配件 说明太子还是什么 我觉得都还蛮合理的 不过网友看的都酸爆 留言回台南都有台积电了 当科学园区盘子 工程师吃这价位算一般吧 上话都难科的啦 有钱人 鸡腿排便当被嫌贵 业者也有话要说 北海道干贝进口的天使红虾 还有我们自己煎的玉籽烧 那我们是煎成一个葫芦的形状 北海道干贝进口天使红虾 温体肌肉明太子 玉籽烧都是高级食材 却被酸便当是因为台积电 才会定价250元 让业者感觉冤枉 而且看看店内日式木头装潢 高雅有质感 完美等级 如果下次原泡外带便当改内用 或许感受会不一样 记者来关张台南报道 好说到这个演唱会 我们还要来看到 本土天团5566 迈向成军20周年 他们宣布6月11号 即将要到高雄的巨蛋 去开演唱会 成员 王仁甫 孙协志 还有许孟哲三人都说 非常的期待 好 对于没有在团体活动的小刀 会不会跟他们再度合体呢 孙协志说了 其实小刀早就已经 透过各种管道放话 希望可以加入演唱会的演出 好 至于王少伟 有没有机会同台 三个人很有默契地表示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本土天团5566 成军20年宣布6月11号 要唱进高雄巨蛋啦 正在活动中的成员 只剩三位 有没有机会看到 五六完全体 队长孙协志表示小刀 早早就来访华啦 今年的话 我们现在我们是认真讲 我们也还没正式地邀约他 但他是一直不断地 透过关系跟我们讲说 他已经留下之间的 不管在什么时候 其实205620周年 我们其实会希望 所有的成员 如果都可以在舞台上 这个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尽量能够让所有的团员 在台上跟大家共同 所以还没有跟王少伟收获 这个部分 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非常 就是开心 前进也表示自己私下 已经和稍微好好聊过啦 其实我有大致跟他 聊过一些事情 但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人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自己想要 完成的事 跟继续情境的有一个比较 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好或恐怖 我觉得你只要决定好 我是想好了自己 想要做的事 这都是好事情 也是一个很成熟的表现 对啊 所以不管做什么都做的 毕竟20年演唱会只有一次 有没有什么特殊桥段会献给粉丝呢 会演唱一首叫 突然听见下雨的声音 所以刚刚这样等 算是写这个 可以说是算认爱吗 因为好像其实没有封拍 也没有 我就是反正就是好朋友的 反正就是好朋友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 2056年才认爱 对啊 才会认识到他 2056年才认识到他 其实也没有啦 我觉得因为那毕竟就是 比较偏向私人的事情嘛 那这个我自己啦 我自己比较多创伤嘛 就是过去太多创伤 所以我比较不太习惯 就是聊一些太私人的事情 那就是说还是会比较希望 就工作上大家还是着重在工作这件事 然后我觉得如果有好的事情 又或者是说觉得实际也很好 或是有幸福的事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自然就会说了 会不会演唱会求婚有这种小怪 不会 不会 演唱会求婚 这种事有点太 太什么 你要注意有很多人在演唱会上说 有点太多人 有点太多人 没有没有 其实还放话 跳过热爱阶段 直接放上超音波照相粉丝报喜 那你从来宣布死去的事情 也不会不会 你就说那后面大萤幕 然后就有超音波的照片 对啊 放一张超音波照片大 哇 就是我阿姨 阿姨 旺旺水神抗俊逸 他在整个的物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骚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漆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